百年律政家族只手遮天 七男霸女横行无际 近年来更多人死于非命 全城居民在恐惧中屈服于淫威 无人敢为之出头 直到有一天 家族里的母子二人 沉湿相间别墅 将这一切推向了一个悲剧的高潮 这不是电影剧情 也不是历史故事 这是正在发生在美国南部 正公开审理 也是受到全美关注的世纪大案 Murdoch家族连环血案 这个事件在美国掀起轩然大波 而案情复杂烧脑不断反转 每一天的庭审都有新的变数 M2给大家做个懒人包 就案件前前后后 做一个一偏看懂的梳理 事件开始于2019年2月23日午夜的 一个报警电话 美国南卡Low Country的一条船 在河上发生了碰撞意外 两名乘客落水 警察和救援队迅速地赶到了现场 从冰冷的水中救起一名年轻男子 但是还有一个女子不知所踪 警察盘问的过程中 发现这几个年轻人满身酒气 尤其是开船的小伙子 更是满脸通红 精神亢奋 似乎不仅仅是喝高了 警察拿着酒精检测仪要给他吹一下的时候 刚刚被捞起来的年轻人提醒说 他可是Murdoch家的儿子 然后对警察补了一句 Good luck 果然 才隔了几分钟 就有一个红发红脸糖的中年男子过来 跟负责的警长寒暄了几句 就把开船的男孩给带走了 这个人就是男孩的父亲 大名鼎鼎的Alex Murdoch 别说是侧酒驾独驾的 警察连他的名字都没有被登记在案 水里还有一个女孩没找到 岸上的肇事者这就走了人 在场的所有人对这一幕竟毫无意义 不要说什么王法 在这个城里头 Murdoch一家就是王法 Murdoch家族的名号 可以往上追溯三代到百年之前 家族第一代Randolph 就是南卡第一批 巡回法庭的法官之一 换句话 说这儿的法律是他家组上写的 好像都没什么毛病 这个家族随后的几代人 差不多都干着跟法律相关的工作 法官 检察官 总检察长 律师 法学教授 几代人一百年盘根错节的积累 已经发展到一个近乎铁打的硬盘 可以说在南卡罗莱纳州沿海武郡 只要是打官司 不管是告别人还是被人告 都绕不开Murdoch家的影响力 根据福克斯新闻披露 Murdoch家族黑白通知也早就是人应皆知的秘密 南卡罗莱纳的毒品交易中转站就在这个城里 上面的保护伞就是Murdoch一家 但是他们家势力大到人人知道这事 却多年以来无人敢提 有人非常形象的把这方圆上千公里的地方 叫做Murdoch郡 而这家人的当家人Alex 就是个土皇帝一样的存在 这回开船出事的Paul Murdoch 就是他家被宠坏的小公子 根据目击证人回忆 出事那天晚上 Paul约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三对couple 开附近的游艇区兜风 船里装着几大箱的啤酒跟烈酒 都是他用哥哥的证件来买的 因为Paul当时就19岁 而南卡饮酒的年龄是21岁 他和朋友们喝光了所有的酒之后 又上岸去了一家酒吧喝了一轮 出来的时候连走路都摇摇晃晃 可他依然要坚持自己开船 耍起酒疯来 谁劝都不听 结果船高速撞上了一个桥堆 同行的一男一女当时就飞了出去 男孩被人救了上来 而19岁的女孩Mallory却没这么幸运 她的尸体在一周以后 才在河的下游被发现 Mallory的父母以独莽驾驶和误杀 来起诉开船的Paul 但是直接被驳回 理由是他当时坐在他男朋友 Anthony的腿上 没有按照安全准则 浮好栏杆 也没有穿救生衣 纯属自己作死 而文件上对Paul的醉酒开船 未成年喝酒等等问题 竟毫无追究 他们提出民事赔偿 也被拒绝受理 明眼人都知道 不管是检察院还是法院 太多人跟Murdoch家 有着紧密联系 比如啊 总检察长 就是Paul祖父提拔起来的门上 难道艾妮真的就这么白死了吗 Mallory的父亲并没有就此放弃 他在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 各处走访 他坚信 这城里三千多号人 总会有良心未免 不屈服于Murdoch家族 淫威的人存在 结果 真让他找到了一个退休的警员 在这个老警察口中 他得知了跟Murdoch家 有关的另外两起死亡事件 不仅是死因匪夷所死 还涉及到他家 其他的家庭成员 2015年的夏天 一个叫Stefan Smith的 19岁男青年 被发现深夜 死在郊外一处马路中央 他的车子则停在了 两三公里外的一处加油站附近 警方开始认为啊 他是因为车子没油 于是走到路上寻求帮助 结果因为天黑 被路过的车子给撞死了 但是现场却有很多疑点 在尸体附近啊 并没有发现刹车的痕迹 而死者出了头部受到重创 其他部位完好 法医的验尸报告说呢 在死者的头部发现了弹孔 这才是他真正的死亡原因 但是啊 这份报告 居然被警方给直接打了回来 原因是现场没有发现弹片和弹壳 警察来教法医办事 想想就离谱 而更加离谱的是 法医在第二次出去报告的时候 居然真的就把弹孔那部分的信息给修改掉了 说死者是被人猛击头部造成颅骨破裂死亡 凶器可能是棒球棍 结果这份报告又被警方拒收 原因呢 是Stefan死在了马路上 那么这个就应该是车祸 死因疑点重重的这次马路横尸案件 其实跟Murdoch家的大公子Buster有关 Buster和死者曾经就读于同一所高中 一年多以前 死者曾经在学校高调出会 公开了同性恋的身份 这让大公子Buster的恐同病犯了 他不仅多次霸凌过死者 还威胁说要把死机佬的脑袋给敲碎 哪怕是毕业了Buster都没有放过他 几次三番去死者工作的咖啡店找茬 而由于他家的淫威 多次报警都成了空气 Stefan死后 城里传言四起 说大公子故意在Stefan的车上做了手脚 导致抛锚 后将其诱骗到附近的小路上 用棍子活活打死 而第一时间出现在案发现场的老爹Alex 是在帮儿子处理掉证据 不过这些传言没过多久就消失了 几个跟Stefan熟悉的朋友都被警察要求 不信谣不传谣 而那个坚决不愿意再修改尸检报告的法医 也被直接调到了别处任职 新来的法医呢 出具了第三份报告 说Stefan死于一起撞龙逃逸的事故 至于为什么他的全身只有头部受伤 那是因为他在路边走着走着弯了下腰 头部撞到了急迟而来的车子的后视镜上 这么个报告居然被警方采纳了 Stefan一家得知消息悲愤万分 父亲在两个月以后就因为心脏病发追随儿子而去 如果说后视镜撞死了人是离了大铺 那么狗把人从楼梯上推下去摔死呢 您猜怎么着 这事还是发生在Merdock家 这次是Alex的老婆Maggie报警说 家里的老保姆Gloria不慎摔倒 救援人员到达以后发现她早已没了呼吸 女主人Maggie描述 老保姆拿着清洁用的水筒上楼梯 惊动了在楼梯口睡觉的狗子 狗站起来一扑 老保姆重心不稳 往后一仰就这么滚下了楼梯 可是这个说法也有很多的疑点 老保姆在这个家工作了二十多年 不仅是一手带大的两个孩子 也养大了这条狗 狗子怎么就会对一个朝夕相处的人 突然就扑了上来呢 而老保姆怎么就会因此受到惊吓 死在了熟悉的不能在熟悉的屋子里呢 可惜在场的除了女主人 就只有那条不会说话的狗 而根据在场的警员回应 狗狗在老保姆身边反复的乌烟 表现得比那个面无表情的女主人还要有人性 而警方连尸检都没有进行 直接在死亡证明上写下了原因 自然死亡 老保姆的家人向Murdoch一家提出了 因工作环境缺乏安全保障导致死亡的民事诉讼 这个案子挤进波折之后 倒是被法庭给受理了 最后的结果是庭外和解 和解协议上显示 由Murdoch一家投保的保险公司 赔偿400万美元 而实际上老保姆的家人一分钱赔偿都没拿到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我们稍后会说 短短四年时间里 Murdoch家里三口接连跟三条人命案扯上了关系 而一家之主的Alex 看似好像跟这些命案毫无关系 但是却是一手把这些事给压下去的那个 难道真的是有钱有势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 Malory的父亲最终决定把他调查到的这一切放到网上 曝光Murdoch家族的罪恶 诉说自己女儿的冤屈 在他专门为女儿设立的社交媒体主页上 他写道 Alex Murdoch和他的一家 让这变成了一个现实中的罪恶之城 一个没有蝙蝠侠的歌坛式 在Malory父亲的不懈努力 以及网友们的接力扩散下 这三起案件都获得了巨大关注 随着舆论的不断施压 一直在装能作哑的南卡罗莱纳州警方 也终于有了动作 宣布会重启这三起死亡事件的调查 2021年6月 他们将同性恋男孩Stefan的死 由意外改成了谋杀 而Malory的父亲 向Murdoch一家提起的民事诉讼 也终于得到了受理 时隔两年 酒后开船的那个小儿子Paul 终于站到了被告席上 即便如此 Paul还是享受了父亲给他带来的特权 第一轮听证只持续了几分钟就宣布结束 他连上庭的大头罩都不愿意配合 而是在法院门口 由一个书记员简单的用手机拍了一张就完事了 法庭同时向Paul下了船票 要求一周以后再次出庭 讨论是否会对他提出误杀的刑事指控 结果他却没有等到那一天 2021年6月7日也就是原定第二次开庭三天前 Paul和他的母亲Maggie被枪杀在自家的庄园内 两个人都身中树胆 根据Alex的说法 这天晚上一家三口吃完晚饭以后 Paul和Maggie出去溜弯 而老爹则在客厅里小睡了一会儿 等他醒来已经天色渐暗 想起之前约好了 要去疗养院看望老母亲 于是留了个字条 就开车出去了 因此父亲Alex侥幸逃过一劫 他一个多小时后 从疗养院出来 几次给老婆打电话都没人接 于是赶回大宅 却发现屋内空无一人 他打开手电筒在房子附近四下寻找 结果在距离主屋几百米开外的狗舍附近 看到了二人倒在血泊中的尸体 面对惨死的妻儿Alex嚎啕大哭 但是听到这个消息的小城群众 却是谈官相亲 是老天有眼 还是未名除害的蝙蝠侠终于现身了 而对于这起双尸命案 警方的态度也很奇怪 他们一方面安抚群众的情绪 说这是一起有明显目标的恶性事件 不是无差别杀人 大家不要恐慌 另一方面 似乎也不是很急于要破案 每次例行通报给出的信息都少得可怜 于是有人猜测 莫非警察也看不惯这家人 故意消极代工吗 还是警察已经知道真凶 只等一个合适的抓捕时机 就在人们众说纷纭各种猜测的时候 屠龙者再度出手 而这次的目标是老爹Alex 2021年9月4日 也就是Murdoch家母子被杀两个月之后 Alex在车里遭到暗杀 头部中弹 不过他运气很好 子弹擦着他的头骨而过 并没有生命危险 Alex描述说自己在路上 车子突然抛锚 正要下车查看 突然旁边停下一辆皮卡 司机对着他就是一枪 那个人戴着滑雪头套 看不清面容 但奇怪的是 在警方随后的调查中 发现案发时 还有另一辆车刚好路过 目击者看见Alex 跟一名男子在车里打斗抓扯 一声枪响以后 那另一名男人下车就仓皇逃跑了 受害人和目击证人的描述大相径提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警方想要再跟Alex了解更多情况 却被告知Alex已经被转入了一所戒毒中心 原因是医生对他治疗枪伤的时候 发现他体内含有多种 大剂量的鸦片类成瘾药物 而Alex也承认 出有多年的吸毒史 所以只能先戒毒再康复 在当地法律圈里 一言九鼎的Murdoch当家人 居然是个重度瘾君子 而这其实还只是 整个丑闻的冰山一角 一周以后 根据那个目击证人的描述 警方逮捕了那个开枪 打伤了Alex的嫌疑人 这个名叫Curtis Smith的男人 算是Alex的一个远房亲戚 Curtis公认说 他是为了十万块钱才干的这事 而给钱的是谁呢 Alex本人 Curtis的供述 让情况明朗起来 Alex自己雇人来杀自己 目的是为了一千万美元的保险赔偿 因为如果是自杀 那就无法索赔了 根据Curtis回忆 那天两个人约好在车里见面 Alex硬塞给他一把手枪 让他往自己脑袋上来一枪 可是Curtis在关键时候就怂了 死活也不敢哭扳机 不仅不愿意开枪 反而还苦口婆心地劝Alex想开些 结果Alex却是吃了秤妥一般铁了心 按计划行事 你不动手 我自己来 这把Curtis差点吓尿 枪上有自己的指纹 这一枪下去 可不就是黄泥巴掉进了裤裆里 不是使来 也是使了 于是他扑上去多枪 两个人一番缠斗 手枪走火 打伤了Alex的头 Curtis的话这有道理 如果我真的是想杀他 那么近的距离下 他怎么可能还活着呢 可是为什么Alex想要用自己的命去换钱 因为这个时候 Murdoch家族的律师事务所出大事了 他长期盗用客户的赔偿金 已经是只包不住火了 他如果在这个档口死 那些烂账一笔勾销 还能给自己的大儿子Buster留下一笔钱 那么他到底偷走了多少钱 而这些钱又去了哪呢 根据法庭公开的资料显示 Murdoch家族名为PMPED的律师事务所 成立于上世纪90年代 创办人是Alex的父亲 主要业务是进行人身伤害索赔 凭借着强大的人脉 这个律师事务所在南卡 变成了独一份的存在 不管是开车被撞 还是工作受伤 或者商店也摔断了腿 一切的伤病想要从保险公司那拿到钱 就得找他家的律师做带领 律师会从赔偿金中收取一定数额的佣金 可是当这个事务所传到了Alex手里以后 他觉得这种验过拔毛式的挣钱方式 已经满足不了他的胃口了 于是他开始走偏门 从代理的客户手里抠钱 甚至贪婪到随意的践踏法律 比如那个在他家莫名其妙摔死的老保姆 他家的代理律师 其实就是Alex的弟弟 等于说原告和被告是一家人 那这样的官司怎么可能有公平性呢 律师向老保姆一家提出庭外和解 价格400万美元 然后一系列的骚操作就开始了 律师事务所以抽成为由 让保险公司把全部的赔偿金 打入了一个专门的公司户头 这个户头呢 其实就是Alex的一个私人户头 这400多万 直接进入他自己的腰包口 就别想吐出来 老保姆的两个儿子发现 赔偿金迟迟没有到账 于是去事务所打理 却被告知根本没这笔钱 他们又找到了保险公司 对方说钱早就打过去了呀 你们去找银行 银行则说 这个钱已经被转走了 你想要追回来的话 得去报警诈骗才行 诈骗又得打官司吧 而打官司要找谁呢 得完美必还 老保姆家人内心崩溃得无一言表 母亲为他家辛苦工作20多年 死得不明不白 而死后还被坑走了赔偿金 敲骨吸髓也莫过于此了 而老保姆这样远不是个例 有的车祸受害人 瘫痪在床十多年 看不到一分钱赔偿 还有孩子在学校意外身亡 父母打官司几年 只得到500元不出 还欠下了天价手续费 你说这些受到伤害的弱势群体 想要找个法律途径 给自己获得一些应有的权利 结果 却落到了更凶残的吸血鬼律师手里 只能说阿里克斯这个人的心是又黑又毒 而他的大量不易之财又都消耗到了毒品上 当他压榨完那些走投无路的客户 自己也走投无路的时候 他开始了最后的疯狂 2022年6月 南卡罗莱纳警方宣布 一年之前发生在Murdoch大宅的双尸命案 有了重大途徒 嫌疑人已经被逮捕归案 而他就是大宅的主人 阿里克斯·Murdoch 如果说之前围绕着Murdoch家族那些丑闻 只能算是个重磅杂 那么这个消息 无异于是投下了一颗核弹 难道说那个屠龙者 竟是恶龙本身 面对震惊的民众 警方表示有足够的证据 证明阿里克斯就是杀害妻儿的凶手 目的是为了转移公共视线 给自己博同情 从而在经济犯罪的问题上找到退路 这个动机实在是让人感觉有些牵强 虎毒不食子 况且多年以来 阿里克斯一直是一个好父亲好爸爸的形象 怎么就会突然化身冷血杀手 将结婚二十多年的妻子 和最宠爱的小儿子一起给打死 控方的解释是 他已经被逼到墙角了 不仅仅有多达91起欺诈案件跟他有关 里面还包括了老保姆 游艇女孩 同性恋男生这三起 有谋杀和误杀嫌疑的重大刑事案件 只要坐实了一桩 就会让他身败名列 余生吃牢饭不说 Murdoch百年家族因此蒙秀 其他成员想要再吃法律圈的这碗饭 就难了 如果老婆和小儿子死了 至少两个案子就会因为死不对证 而无限期的搁置 只需要集中精力来对付证据很少的 同性恋男孩的案子就可以了 这样的局面下 人们还会对妻儿惨死的阿里克斯 赶尽杀绝吗 要知道 他可是一个自己雇人来杀自己的狠人 也许在他的眼中为了达到目的 为了维护家族的荣誉 所有的人都可以被牺牲 包括他自己 对阿里克斯指控的官司如火如荼的进行 凭借他自己在法律界的名气 以及这个案子的受关注程度 全美各大律师摩拳擦掌挤破头 不管输赢 就凭着我帮Murdoch家族打过官司 就能让代理律师躺着吃一辈子 阿里克斯挑了两位同样来自南卡的刑案律师 第一个就叫他D大爷 因为他的名字说起来略微有点不雅 他是一位前检察官 今年已经74岁 目前是民主党的参议员 D大爷的强项是证人交叉盘问 他如同狮子一般 能够准确地判断出猎物的弱点 迅速进行针对性的攻击 直到将其心理防线彻底击溃 另一个律师Jim Griffin 他的长处是心理战 曾经在大学进修过心理学 善于用微表情来阅读人心 一旦他发现 陪审团可能跑偏 就会迅速地调整辩护策略 引导他们 向对被告有利的方向来进行思考和判断 关键的是 这两个律师跟Alex 以及Murdoch家族都是至交好友 属于不惜一切代理 都会为他赢得官司的死事 比那些为了出名 或者为了前而来的律师 靠谱很多 所以 与其说这个案件是新一代的辛普森案 还不如说 这是法律界的终局之战 2013年1月25日 经过了数轮陪审团筛选之后 Alex Murdoch杀害721案 正式开庭 在法官的批准下 本案由多家主流电视台 以及网络平台 每天准时进行现场直播 而很多律师 以及法学界的大拿们 也会跟观众进行评论和讲解 上一次万人空向在家看庭审的 还是德普和Emper的诽谤案 而这次庭审的精彩和激烈程度 比起诽谤案来 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双方进行了试探性的开局之后 庭审的第三天 控方检察官放出了第一个大招 他们首次公开了Alex在凶案发生后的一段 警方问询录像 在看到凶案现场儿子的尸体照片之后 Alex崩溃大哭 气不成声地说了一句 空房表示 这句话是他承认杀害了儿子 毕竟远远地用枪瞄准射击是一回事 真正看到儿子被打到脑腔冻裂的惨状 又是另外一回事 可能他在看到照片的那一刻 在强烈的愧疚之下 情不自禁地说出了真相 但是辩方律师却说 被告是土生土长的美国南方人 说英语带着浓重的南方口音 再加上当时他哭泣的时候夹杂着鼻音 他其实说的是 They did him so bad 这个they指的是凶手 但是为什么不是单数的he或者she 而是个负数的凶手闷呢 这个之后会有解释 辩方还专门把那段音频漫放了三倍 让陪审团成员 还有那些英语听力过的 七级的网友们仔细听听 说实话 这一段十几秒的视频 我用不同的速率反复听了几遍 拉了身边几个英语母语的朋友来听 结论都差不多 原始音频听起来的确像是 I did him so bad 但是一旦经过了降速和剪造之后呢 听着就会越来越想 They did him so bad 辩方律师也表示 就算他说的是 I did him so bad 也可能理解为 我作为一个父亲 没能保护好我儿子 所以 I did him so bad 关键的遗憾是 当时负责问话的警员 听到这句话以后 没接着问一句 你这话什么意思 而就这么过了 白白失去了一次 可以让他承认哪怕是不承认的大好机会 给法庭上的控方辩访 留下了极大的发挥空间 很快控方又放出了另外一个大招 Alex曾经利诱别人 为他说过谎 这个出庭的证人 是一位负责看护Alex母亲的护工 据他说 Alex在妻儿的葬礼上 曾经专门把这位护工拉到一边 想用钱买通并且告诫他 如果有人问起那天 我在我妈那待了多久 你要跟他们说 是30到40分钟 而实际上 根据护工的回忆 以及疗养院停车场监控记录 他总共只待了不到15分钟 为什么多出来的这20多分钟 对他来说这么重要呢 根据控方所还原的 两名死者的手机信息 在案发当晚8点45分的时候 儿子还在跟朋友短信聊天 但是5分钟之后 也就是8点50 朋友发回来的信息 就再也没有被打开过 而母亲Maggie也差不多是在同样的时间 没有再回过短信 因此警方怀疑 这就是两个人遇害的具体时间 因为有报警电话在 所以离开疗养院的时间没法作假 是9点340的样子 那么如果 Alex在离开之前只待了15分钟 那么就无法排除 他在8点50左右杀害七儿 之后开车10分钟左右 来到疗养院的可能性 而如果护工能够证明 他在离开前的确待了三四十分钟 那就能从时间上 说明自己没有作案的时间 也就是说 他想要利用护工 来给自己创造一个不在场的假象 还不等辩方做出反应 控方紧跟着抛出了庭审中 最为震撼的一个物证 儿子Paul在8点44分的时候 在大宅的狗舍拍了一段40多秒 跟狗狗玩耍的视频 尽管里面只有狗狗的影像 但是背景音里却能清楚地听出三个人的声音 除了儿子和母亲 另外一个说话的人 分明就是Alex 此时距离他俩遇害只有五六分钟 而两人中枪的地点 正是在狗舍外面十多米处 也就是说 Alex不仅是出现在了凶暗发生的时间 也出现在了同一地点 而他之前一直强调说 那晚他发现尸体前 根本没去过狗舍 一直在几百米开外的大宅里面休息 这个证据一出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 这个事情是板上钉钉没跑了 看你辩方还有什么话说 结果辩方还真的有话说 他们迅速地改变了辩护的策略 打出了那张 我是人渣 我说谎 我是隐君子 但我没杀人啊 听着耳熟是吧 咱们之前讲过的辣妈杀女案 其实就是同样的策略 因为对比那个案子 一样是动机薄弱 一样是缺乏直接物证 一样是找不到凶器啊 庭审到了第二周 被告Alex走上了证人席 开始接受双方的交叉盘问 一般来说 被告自证清白 是辩方大计 因为被告很容易会在 控方的火力下漏洞百出 无法自圆其说 但是这个案子里的Alex 本身就是一个有了几十年经验的律师 便对控方检察官长达十个小时的问话 达得滴水不浓 控方问题里那些明里暗里的坑 他愣是一个都没跳 只是一口咬定 自己那天离开狗舍的时候 老婆儿子活得好好的 俩人什么时候死的 谁杀的 他一概不知 直到最后 连检察官都快要问崩溃 只能翻来覆去的问 如果你跟凶案无关 为什么要对警察撒谎 而Alex对此的解释是 我当时被吓懵了 也被吃下去的那一大堆药片 给烧糊涂 所以习惯性的就撒了个谎 因为我觉得 当时如果我跟他们说实话 他们会对我不利 Alex守住了交叉盘问这个关口以后 缓过来的辩方终于开始了反击 而他们放出来的这个大招 几乎扭转了整个庭审的局面 那就是凶手另有其人 为了复仇而来 而且还不止一个 之前那段音频里面 Alex疑似的那句 They did him so bad 还记得吗 那个they在这儿 终于揭晓了谜底 凶手有两人 用的是两把不同的凶器 分别杀害了慕子二人 感觉现在连庭审 都得埋个伏笔了 辩方给出的理由是 受害人Maggie身上的枪伤 来自于一种叫做 Blackout Rifle的半自动补枪 火力大射程远 使用的也是一种 专门进行的销声处理的 细长子弹 它身中五弹 位置分布都不同 有自下往上 也有从上往下的贯穿伤 弹道专家分析认为 是凶手在远距离行凶之后 又进行了近距离的补枪 这个凶手很可能就只有 五尺二寸高 也就是一个一米五七的小个子 而被告Alex 是一米八的身高 另外啊 儿子Paul的伤口就更加古怪了 凶手不仅用的是线弹枪 而且还用了Bird Shot和Bug Shot 两种不同的子弹 这两种子弹 不仅是火力不同 造成的伤害也完全不同 不可能有人会在 双筒线弹枪里 同时填装这两种弹药吧 根据弹道分析 击中儿子的凶手身高 大约在一米六五到一米七左右 也远远低于Alex的一米八身高啊 而且关键是 两名死者身上都出现了 没有充分燃烧的火药残留 这表明 凶手在很近的距离进行了补枪 从心理学上来说 这是一种充满了 复仇意味的行为 如果如控方所说 Alex杀害了老宝儿子 是为了转移对他经济犯罪的视线 那么应该不至于 有如此的深仇大恨吧 那么谁更有可能吗 Melody父亲的爆料在网上大火以后 Murdoch一家顺时被推上了 舆论的风口浪尖 人们骂他们草菅人命 仗势欺人 还有很多人直接写信要他们去死 死了以后 还要下地狱经历重重炼狱的折磨 那么这里面 会不会有那么一个或者几个 想法极端 想要替天行道的人 组成了个暗黑版的正义者联盟 偷偷潜入了大宅的狗舍 埋伏其中 等待Alex离开以后杀死母子嫁祸给他 彻底完成杀人诛心呢 只能说这个可能也许有吧 而辩方要的就是这个也许有 因为这就是他们一直在等的那个 reasonable doubt 只能说这环环相扣下来 直到庭审进行到这个时候 才揭晓了辩方的真正用意 这一套组合拳 显然打得控方是措手不及 因为凶案发生是在晚上 取证的警察经验不足 并没有第一时间拉好警戒线 导致第二天早上现场已经被严重破坏 无法提取可疑的脚印 有录像表明 Alex在案发当天早些时候 身上穿的是一件浅蓝色的Polo衫 在案发后换成了一件白色T-shirt 尽管白色T-shirt上也发现了两名死者的血迹和弹药残留 但是非常微小 跟弹道专家提出的近距离步枪不符 但是那件蓝色的Polo衫却一直没找到 更重要的是尽管在大宅的枪火库里 发现了和凶器同样口径的线弹枪和半自动步枪 但是却无法证明这就是凶器本身 为了避免这个案子成为一个无动机 无凶器 无直接证据的三无案件 辩方只能寄出了最后一个杀手锏 他们说服了法庭 向陪审团公开了Alex一系列经济犯罪的证据 用来强调这些罪名不仅是数量上 还是程度上 都是压倒他心里的最后一根稻草 成为他作案的动机 可是这最后一记重券 却依然遭到了辩方的四两拨千斤 辩方律师表示 Alex这一系列经济案件 将会在今年的晚些时候开庭 这些案子证据确凿 如果所有罪名成立 他很可能会判终身监禁 为什么要专门强调这个呢 这其实是辩方的一个心理战术 他们想要让陪审团相信 不管他们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Alex也都会把老顶做穿的 这样一来 他们在进行一罪从无的判断时 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心理负担 只能说单从庭审本身来看 辩方这俩老爷子 才是千年的狐狸 从道行上远远高于控方 不过不管辩方发挥的多么出色 案件本身依然对被告Alex非常不利 毕竟这一场庭审下来 他的人渣属性是彻底给坐实 陪审团的感情倾向 也许才是判法的关键 提到陪审团 这里有个插曲 也能看出来 本次陪审团到底靠不靠谱 在庭审即将结束之前 法庭突然做出了一个非常罕见的决定 让陪审团 双方律师 以及法官去案发现场走一遍 目的是要让陪审团员们 亲身体验一下 房子 狗舍 以及尸体 还有蛋壳发现的实际距离 帮助判断 到底哪边的说法比较可信 本来是个很严肃的事 结果被关在法庭 整整26天的陪审团员们 却跟小学生交友一样 放飞了自我 开开心心 走走逛逛 本来半个小时就能够完成的事 愣是拖了三个小时 以至于原本安排好的控方结案陈词 都一直被推到了下午 可能是交友让人疲乏 也可能是中午饭吃得太饱 有个陪审团团员下午的时候 在控方检察官大叔 慷慨激昂最后结案的时候 睡着了 旁边的人甚至都能够听到他的呼噜声 等被叫醒的时候 结案陈词都已经快结束了 陪审团员如此划水 法官也没灌他毛病 在最后一天 辩方将要进行解案的陈词之前 就下令将他开除出了陪审团 根据规定 他被剥夺了陪审团员资格之后 马上必须离开法庭 结果这个大姐关心的却是 别急 我休息室里还放着一袋鸡蛋 那怎么办呢 也不知道被告席上的Alex 听到自己的命运 还不如一袋鸡蛋 心里作何感想 由于这个陪审团员被火线开除 只能用另一个替补陪审员上来补上 而这个一直不声不响 在旁边旁听的人 到底是会站在空边的哪一边 无形之中 又给审理增加了变数 正因为有着如此多的不确定性 在庭审结束之后 不管是媒体还是法律界的专家 都觉得这会是一场漫长的陪审团讨论 甚至有的人认定了 可能会整整讨论满两周 最后成为留审 但是结果却惊掉了所有人的下巴 陪审团仅用了三个小时 就出了结果 被告Alex Murdoch 两项谋杀罪名全部成立 3月3日 Murdoch被判处终身监警 不得假释 也就是说 哪怕是辩方表现在神勇 的确给出了Reasonable doubt 但是陪审团 还是遵从了内心最原始 最朴素的善恶观 这个跌宕起伏 反转了又反转的天使 最终归于了简单的四个字 善恶有报 感谢收看Mur档案 如果您觉得视频还不错 别忘了点赞订阅支持一下 咱们下期再见 permet差别多的联系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订阅